可以拍DIY緊急維修的影片 用絲襪有沒有 皮帶斷掉嘛 我有想過啊 發個通告 撐個絲襪來 哎呀 怎麼辦 我的 皮帶斷掉了 人家的皮帶斷掉了 怎麼辦 絲襪脫下來 這個時候 拍完之後 絲襪再拿出來抽獎 分享抽絲襪 大家企劃幫你想好了 -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回來了 好不好 好 哎呀 我終於回來了 VSR二手行情多少 如果是車況挺不錯的 20幾萬 1460 M3多少售價 我那網路都有 80幾萬啊 專屬頻道也可以心靈開示 可以啊 以後我們專屬頻道就是我會多開啦 一個禮拜多開幾天 然後這個不聊天之夜 還是說要唱歌的啦 要打電動的都可以啊對不對 輕鬆一點 開直播開到最後 那每次都要去準備這些直播的內容 二手車的差不多的這個 生態 其實也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其實有很多客人喔 你們不要看喔 有很多客人他其實 一路以來聽過我的直播 我已經收到很多這樣的私訊 他說小事我追你的 這個直播追你的影片 兩三年喔 這個我今天去哪裡看了一台車 然後就被我發現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是真的覺得有受用然後來跟我這個道謝 這種的訊息我真的收到很多 然後第二種就是我發現其實有很多這個相同在二手車行業的年輕人 也都會一直關注小事的直播然後 不要說把我當偶像啦 就是當做一個這個 學習模仿的對象也OK 其實我也遇到很多這個昨天一台一個這個車行的董事長 打給我說我們年輕人都聽你的直播都看你的影片 那也很多真的同業包括新車業務包括二手車業務看我們的直播從裡面看能不能學習到一些做二手車的一些精神 理念啊 我覺得這樣還蠻不錯的所以 其實很多的這個我覺得做這個直播不是說觀眾朋友怎麼樣而是 其實有很多相同行業 各行各業或甚至我們一樣二手車行業的朋友都會看 然後他們有些都會給我訊息覺得說蠻有用的 其實這樣是感覺還蠻開心的啦 引擎蓋拆裝過算事故車嗎 我覺得不能用這個來說是不是事故車啦 其實在法院 我有這個 鑑定師協會的鑑定師執照 其實在法院跟協會他們其實台灣我們國家規範有一個重大事故車的一個規範認定 可是那個很嚴重 他的認定是說你的車身大樑 壯進一尺 也就是30公分的 這個深度才叫做重大事故 那當然我們這個在二手車或者是在這個整個鑑定的 不成文 我覺得因為沒有明確的規範 不成文的規範裡面是說 只要車身的主結構體有 切割 板金焊接 那這個可能就是這個重大事故 那剛剛這個問了引擎蓋有拆換過算不算事故車 我覺得 應該是要看 除了引擎蓋之外的地方 因為引擎蓋算是一個板件 但是他 不屬於一個重大的結構 那我之前有教過觀眾朋友一個比較簡單的 判斷方法 就是他有做螺絲 可以讓你拆裝的東西 基本上 不太會被認定是一個重大的瑕疵 可是這個沒有明確的規範 這東西 不成文規定 這些車行的這個 從以前到現在大家的一個 判斷的準則是這樣 但是其實台灣 據我所知沒有明確的 法條規範二手車的所謂的 事故重大事故 這一些條文 我記得是沒有啦 有的話你們可以跟我講 所以像有一些人他去換這個引擎蓋有進氣孔 對不對 有些人去換Carbon引擎蓋 這就拆裝過 賣掉的時候他把Carbon拆掉 裝回原來引擎蓋 那你螺絲就有拆過的痕跡了 所以其實還是要去判斷 除了這個引擎蓋拆裝過 以外的地方 那如果以外的地方都是好的 只有引擎蓋螺絲你覺得拆換過 那我們就只視為一個板件的更換 你要說他是重大事故或是事故車 我倒覺得 也不能這樣說 對不對也不能這樣說 小師哥是先買車還是先買房 是不是那個 那個看久面的那個我有看 我是當然是先買車 我跟你講為什麼先買車 你知道房買不起 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從來 不曾 想過 也不敢妄想 連想都沒有想過說 我有一天有可能會買房子 所以 一定是買車 有車當開 值需開 房子這種事情 順其自然 我不知道 也許 我也看到有一些例子 很年輕就買房子 我其實遇過一些客人很年輕就買房子 有幾種可能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是努力賺錢就已經下好這個 立下這個志願 那也有可能是這個靠著辛苦 努力工作存的30萬再加上爸爸給的270萬付的投機款 也有可能 對不對 我小時候家裡也不是說年輕的時候家裡也不是說很好過什麼 所以不曾妄想過 有一天會買房子 所以其實我一直 到我買房子的前一刻 我都不認為我是有錢買房子的 說實在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啦 我不知道房子我是不曾想過太多啦 真的 所以我現在40幾歲 我等於30幾歲的時候買的 後來我才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新聞啊我覺得我現在真的很討厭看 有一些新聞他們一直在製造一種說什麼 台北物價 飆漲年輕人要怎樣不吃不喝幾十年什麼小的有沒有 我那時候買新店山上那個房子400萬 山上嘛你大家都知道我住超高的 那我當初我就很簡單我就鎖定 我在那個591上面我就500萬 以內我就找有哪些地方有 我跟你講沒想到出來其實真的不少 都是超級這個 蛋殼區 沒有蛋黃也沒有蛋白蛋殼區 很多而且都在山上 結果後來找到一個也很小20幾坪而已 室內剩10幾坪 含一個車位 兩房一廳 一位 洗洗肩子 然後這個 發現買房子沒有那麼難為什麼 當初我記得380萬我貸款貸了 330吧 也就是說 我的頭期款其實只有拿50萬而已 我常跟 現場來的一些年輕人 我們的客人分享 他們也會有一些會覺得我這輩子買不起 可是我還蠻建議說 在我們買得起的狀況之下 偏遠一點沒關係 我們有車 很簡單 我們沒錢我們就開遠一點 我們沒有錢買房子 那我們買的房子比較遠 我們比較窮 我們就花多一點的上班時間 我是這樣覺得 投機款50萬你覺得OK吧 剩下的貸款分期 就買了第一間房子 很偏僻 在高山上 無所謂 可是我認為 很棒 真的買房子很棒 第一個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以前 錢人說下來說 你只要買了房子 你的事業就會 一帆風順 有錢 金錢有錢 你才收到錢 才存得到錢 那的確啊 因為以前租房子 你每個月都交給房東 那我現在我不管 我現在買的房子是好是不好 反正到最後 我繳的 每個月的貸款錢 是 繳給自己啊 而且 大概300 一個月才15000 15000你去外面租房子 現在嗎 租不到什麼東西 好不好有個房子先買嘛 安定下來之後你就會這個全心全意 你也不用被房東趕著要搬家要幹嘛 對不對你就全心全意 去這個 打拼工作 那以後還能不能再買就再說嘛 至少我有一間了就好了 有個房子很方便 像我當時在缺錢的時候 其實房子可以徵待啦 轉代啦 什麼 你還是可以做一些資金上的運用 真的啦我那房子都帶到緊繃了 我不是現在 影片也在跟大家分享我那個老家在整理有沒有 那我以後是不是有可能搬到那邊 然後我就問阿丹 因為阿丹現在租房子在公司附近嘛 我說阿丹你要不要住 你要不要去我那個山上住 我如果搬走的話 他說可是好遠 我說你真的很笨 我說男孩子上班是一個儀式感 你 開車出門要一個20分鐘30分鐘的一個開車的這個時間 車上聽聽音樂 這個回回神 思考一下工作思考一下人生思考一下這個 馬子 對不對在車上有個思考空間 所以我其實覺得喔 那種公司在旁邊的那個真的是 我覺得不一定是好的 也許他覺得節省時間一下要到公司 你不就社畜嗎 你那麼急著去公司上班幹什麼 對不對 好不好這個我覺得可以跟大家比較年輕的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所以有時候這個大家也不要太自怨自哀 我們 我們 住在比較外圍的地方努力工作看能不能慢慢的往市中心搬 也許你住得好你還捨不得搬 你看現在我住在那邊其實我不是 很捨得搬 小私汽車有什麼客戶服務收入服務 中南部北上北部保養有什麼優惠服務嗎 沒有我們的保養 本店比較便宜啊 然後客戶服務 客戶服務就是你想到跟車有關係的 我們做得到我們都會做 我昨天才跟昨天我們有個客人是那個 他在新安什麼東京海上產險 在當 理賠專員 來跟我們買車 聊了很久 剛好我們在吃薑母鴨嘛 我就說 你有買車是不是 好來坐下來 有買車才可以吃 沒買 慢走慢走 那其實我覺得 某些東西 我覺得 講求服務講求是個溫度 像我跟他講 有時候 我們常常我們的服務專員 當客戶發生碰撞的時候 他第一個不是打給警察 是先打給我們的服務人員 我以前常常我現在是比較沒有對客戶端了啦 但是我以前在 有在對客戶端的時候 客戶撞到 車子第一件事是打給我 很緊張 因為他第一次遇到 我說你打給警察了嗎 他說還沒我第一個就想到你 我們是很開心嘛 只要他發生跟車有關的事情 他第一個想要這個朋友 當然我說你先報警好不好 你報完警你再來給我再告訴你後面怎麼做 你現在停的地方安不安全 人要不要緊 車怎麼樣照片傳給我 我們就是在 幫客戶去協調這些東西 那我之前講過 我們阿翰 或者是這個柯P他們也常常在幫客人處理這種 車禍的 談和解 之類的這些 做筆錄這些問題 有時候我們都會 幫著客人去做 那有時候你半夜 我有加一個 我不是買那個 218GC嗎 然後我有加他那個群組你知道嗎 群組有一天有一個人 晚上不知道12點1點傳訊息給我 然後他就說這個他車好像跟人家發生差狀 他問我怎麼辦 然後他就不好意思因為我找我的業務都沒接電話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三更半夜他叫拖掉車他車不知道要拖去哪裡 他就問我該怎麼辦 那我說你受損的狀況停外面是安全的嗎 因為有時候你車撞了你停在路邊 有可能被人家幹東西 你車還不能亂丟你知道嗎 那這時候 人家找我們 那我們就說 筆錄做完之後怎麼樣怎麼樣 你車要不要 如果你覺得不方便我可以幫你安排我的保修廠 沒有拖掉車我也可以幫你叫 也是給他一點意見 所以你沒想過你問我說有什麼服務 太多了 連沒跟我買車我都要幫他 安排這些東西 所以我倒覺得說這個東西 服務這個東西我覺得是要有溫度的 要溫暖的 錢的事情就再說那有關係 有時候人那個時間他緊張得要死 有個人來幫他出主意他比較不會那麼 那麼緊張 沒有啦我要講的沒有很厲害 把二手車新車那些東西拿掉 我只是很簡單的講你今天買一台車你出了一個狀況 你打給你朋友然後你朋友幫你出主意 你很緊急打給業務業務沒接的時候你會很緊張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第一天遇到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只是要有一個出主意的朋友而已 這跟錢跟保固跟什麼都沒有關係 不要想太複雜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常常上下坡輪軸會不會 比較跑平地的容易歪或者是壞掉 看你的路況跟你開的狀況 那有可能定位會比較容易跑掉或者是輪胎會比較容易吃胎是有機會的 上次聽我的話買Infinity車真的好開 後驅車感覺屁股扭來扭去感覺很妙 感覺路感明顯現在比較習慣一點這種方向盤扭動的感覺 Kimi你要不要注意一下你的後輪的氣夠不夠 扭來扭去也沒那麼誇張吧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後輪 對啊你們剛剛有沒有去看那個Man's Game的那個影片 就是去 跟他們拍合作然後有介紹一下他的車子的保養費用 所以我想今天晚上跟大家 討論一下 他那個才三萬保養花了一萬五一萬六真的覺得蠻貴的 真的要檢查一下單子 因為他大部分很多都是清潔 那基本上我的經驗你今天開一台百萬級的車子 車子裡面絕對不會 不會太髒 那其實在那邊清理車室清理什麼清理 我覺得還是要看一下啦 雨刷精真的不用啦 我不騙你我自己是都 從來沒有在用雨刷精的啦 那個就 水嘛跟那個我都洗碗精滴個幾滴而已 就這樣而已 真的 所以有一些東西還是記得 記得刪一下 他那個工資清潔那個佔了快一半的 錢 工資的費用直逼零件的費用大概三分之二吧 對啊我覺得那有些東西而且 其實他清理了很多什麼節流 髮節氣門什麼 其實一台車 開三萬去清潔那些東西實在我覺得是有一點沒必要 根本就沒有垃圾嘛 你洗到乾淨要幹什麼 我跟你講跟大家分享我以前曾經聽過一個 車廠的 經理跟我分享過啦 他說 其實你現在看很多的新車公司啊 其實真正賺錢的其實不是在 賣車的那個部門 其實服務廠保修廠才是支撐這整間店 租金人士行政成本費用的一個 發財數你知道嗎 搖錢數你知道嗎 你以為是賣車在賺錢其實不一定 支撐一個車廠 他還是得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這個 不要說人家貴啦 人家因為要支撐一個 店嘛 他們的租金是很可怕的啦 當然很多地是自己買的也有可能 我現在自己公司20 應該20個人的吧 我覺得 真的蠻累的啦 說實在的 就是電銷開銷開支 每個人的薪水 真的事情跟這個 金錢上面的壓力 比大家想像的是多蠻多 可是我這個人 我是覺得說 就像你說的啦 你如果沒賺錢你才會繼續開 所以我們是基本上 賺錢是一定要賺的 大家都要賺錢 開的店都是要賺錢 Rub4 2.5妥善率好嗎 會推薦哪一台跟Outlander 我覺得看你的用途啊 你如果要講求的是妥善率跟經濟 一定是要買Rub4 無論保值 以後你要賣 價格也會更好 改輪框後 輪胎的尺寸變了 時數表不準了以後有什麼辦法讓他準嗎 你改輪框 他會有一個對照表 就是 你的總直徑是不會變的 那個圓形 你的總直徑 輪框加上輪胎 他就是這麼大 所以當你的輪框加大了 你的輪胎就要縮小 胎皮的厚度就要縮小 這樣總直徑才會一樣 所以沒有人說把輪框加大以後輪胎跟著加大 那真的會不準 比較少人會這樣做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準嗎 你只能用換算的 或者是你的時數用GPS下去看 但是GPS 反應應該沒有那麼快 而且 你輪框加大 輪胎跟著加大 難道不會磨到 輪弧嗎 當裤子沒到輪弧 內龜板 方向盤一打就磨到了 那也不行啊 我有看一個頻道講得還不錯 那個是我記得是一個叫 Hot Drive有沒有 Hot Drive有一陣子 他前一陣子有一個講M3的 我覺得裡面的那個 主持人講得很好 我記得是那個盧大哥吧 他講得很好 其實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改車 個人是 不太推崇改車這件事情 可是你會看到 比如說泰山也改得很開心 柯P也改得很開心 可是他們那個車 可能是因為他單價已經比較低了 年紀比較大了 好他以BMW為例 其實他的原廠的配重 原廠的懸吊 卡鉗甚至輪胎輪框 變速箱的設定 引擎的設定 都是經過 這個非常長時間的測試 跟專業的工程師 甚至測試的賽道上面 一直在修正 一直在 改進到最後在量產出來 所以到底 有哪一個改裝廠 可以堪稱說你的資源 比原廠還要豐富 說 我幫你改這個什麼東西 我保證比原唱會比較好 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可以說這樣子的話 對不對 那個財團有多少的錢 多少的技術人員 多少經驗的累積 哪是多少歲月的累積 他才有辦法做出一台車來 所以其實 我坦白話講 雖然我常常在講說 改裝是把車改成你自己喜歡的樣子 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說 你如果站在一個 坦白說站在一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 專業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其實不認為 怎麼樣的改裝可以 比過原廠的設定 因為他可能他要兼具著操控跟 省油節能 或者是跟這個安全 然後去把這個車弄出來 當然他會有一些取向 因為他想要滿足大部分的人 改車是讓這台車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但是他跟所謂的有沒有更好 我覺得是沒有絕對的關係的 你改完這車變得更好了嗎 我覺得不能這樣說 但是我不是說外面的修衣場不行 其實 我覺得我們換一個角度想就是 因為我也怕講禁 我現在很多人 已經導揚歌越來越多 等一下連改裝廠都來導揚 我們要講的比較婉轉一點 我是認為說 你改車是把車改成你喜歡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不能說 比原廠的還要更好 好不好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是換到等號 你可以把你的愛車改成你自己喜歡的樣子 或是避震器硬度是你喜歡的感覺 那很OK但是你說這個避震器比原廠的好 我覺得不一定 就像泰山之前改的避震器 跟輪胎輪框又不匹配了 對不對那要看你的好的定義在什麼地步 你的好的定義是 過彎的速度可以更快 但是問題 你的反之就是什麼 不舒適 不適合其他人 只有你自己覺得過彎 很快很爽 但其他人開到你這台車的時候 他不認為可以這麼快過彎是很爽的事 他也不會那麼快過彎 他只希望 舒舒服服的開著一個車子 過坑洞不要嗎 乃滋在那邊甩 每個人的訴求不一樣啦 只能說改完了 車子會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但是有沒有更好 站在別人立場 看起來有沒有更好 那是不一定的 1617年的Q50有什麼通病需要注意的嗎 沒有他那個引擎好像就是跟那個賓士的嘛 所以那個突輪軸感應器那個要注意嘛 那不是感應器啊 還有一個那個突輪軸的那個叫什麼 開關是不是 那有一個通病啊 好像3萬多塊吧我記得 記得小師有開過大禹 對啊 在當時的韓國車中是不是比較好 講到這個 這個我也常在討論 昨天 這個有客人來然後他用三星手機一直 不好意思跟我說 我說沒有那麼嚴重 真的你不用擔心在我前面講 用三星我就討厭你什麼 沒有那麼嚴重 我的人 我的人是非常的 公私分明 我不喜歡的東西 不代表你一定要不喜歡 我不是那種人 我覺得那就是情緒勒索你知道嗎 不是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啊 他要 喜歡女生還是男生要喜歡男生 那是他的選擇干你什麼事 可是你不能逼別人不能做或是他要跟你一樣討厭 所以我說你也不用反應那麼大 你要用什麼是你家的事情 我不用也是我家的事情 對不對所以不用覺得那個 然後 證明一件事情 剛剛這個 說我之前開過大禹有沒有 其實我以前並沒有那麼討厭 所以要不然我不會開Martis 我那時候覺得Martis還蠻可愛的 小小台 而且手排的很好停車 然後開起來覺得蠻好玩的 我是真的說很單純 人家就問我說 是韓國車爛嗎 沒有你不要問那麼多 就很單純 就是 國際賽事什麼什麼 然後就覺得 我們那時候聽到棒球 跆拳道什麼 好煩喔 就覺得這個國家怎麼那麼 就這樣而已 一直到出來的話 不賣了 不賣可以吧 我就不賣 就這樣很單純 也沒有什麼 沒有說什麼 跟他們有什麼仇恨 沒有那種東西 好不好 Volvo的自手排系統 都用手排換檔開 變速箱會容易損壞嗎 看你換得好不好囉 我認為這個沒有一定的數據去支持 說你常用手自排換檔 他就一定會比較快壞 這個是所以我不能這樣說 但是我只是憑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那種東西 你一直去擄他 我就覺得不會是好事情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我就單純 就我一個 很簡單的消費者的想法去想 我是這樣覺得 沒有啦 我一直最近 已經煩惱不是最近 已經煩惱很久了啦 我之前不是說這邊 這個地方坐地起價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在有在注意周邊的 廠房啊或者是地 可是真的很貴 我真的租不下去 300坪一個月大概要量 20萬 300坪20萬 台北市更貴喔 我說的300坪20萬是細紙 所以 我不覺得我可以再承受這20萬的租金 現在這樣已經超級硬了 人這麼多 再加這個地 我覺得超硬的 而且有時候是這樣啦 我現在啦 我現在如果就算支撐得住再20萬的租金 不代表我以後支撐得住 那你一個地租下去都是 簽下去都是 三年五年的 那萬一我某一天 沒有這樣子的 銷售能力了 沒有這樣子的收入了 或是有什麼 變數發生 我不認為撐得下去 收到叫招14天公司老闆娘怎麼辦 叫招是男人都一定要去的 下次你就叫朋友有沒有 幫你印一張叫招14天的單子 然後寄到人家信箱 然後就跟老婆 老婆我們一起開信箱 打開 靠北啊叫招 國家徵招 然後就去大陸了 去大陸玩兩個禮拜 會不會 看小市長知識 又被你們學到了 HUD的反射膜 撕除有建議的方式嗎 很怕傷到隔熱紙 慢慢撕就好啦 不會啦 HUD的那個反射膜基本上他都是利用有點類似那個叫什麼 靜電那種吸上去的 他不是 一般不是用黏貼的所以應該還好 試車在路上是否有風險 有 一定有風險可是沒辦法 所以很多的車行會利用這個跟你講說 抱歉因為這個 有危險 這個車你也還沒買 到時候如果試一試撞到什麼對不對 還是有風險 所以他們會用這種說法就是覺得 不希望你去試車這樣 他會用這種說法 但是我覺得 是沒有辦法啦 因為 你還是得 給人家試啊 你有可能不給人家試嗎 我有經常在講啊 你去買什麼 不可以試穿 不可以試穿 誰要給你買 好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晚安了 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 我們 明镜与点点栏目